人和人之间在相处的过程中都是将心比心的 靠的是真诚的爱相互联系 爱不分国界 真正的母爱也不分继母和亲妈 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继母都是坏人 我们常说生恩不如养恩大 养育之恩大于天 对于继母的养育之恩应铭记于心 二十六岁的田小丽从小被亲生母亲抛弃 使她继母把她养育成人 小丽结婚的时候 继母更是把她全部积蓄将近八十万都给了她 但是她的继母却提出了一个条件 小丽听了之后有点猛 不知道该不该答应 下面请听来自田小丽的字数 我今年二十六岁了 出生在贵州的一个贫困山区里 家里面特别的穷 我母亲在我还不到两岁的时候 把我扔给了奶奶 外出打工挣钱 她去了外地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 后来我才知道 我妈妈在外面找了一个有钱人 抛弃了我和我爸爸 从那以后我开始恨我妈妈 我十二岁的那一年 突然有一天我父亲带来了一个女人 对我说 从今以后这个就是你妈妈了 那时候我就明白了 我这个所谓的新妈妈就是大家口中的继母 比一眼见继母的时候 我觉得她可温柔了 我很想亲近她 但是只要一想到 将来她会和我爸爸有自己的孩子 她不会真心喜欢我 不会真心疼爱我 我瞬间就没有了想和她亲近的想法 反而总是想着怎么折磨她 让她离开我们家 虽然我对继母的态度很冷淡 但是继母对我却非常的温柔 她和我父亲在一起之后 把我视为挤出 疼到心窝窝里 我的大事小事 她都会亲力亲为 给我洗衣服 做饭 洗头 扎辫子 这些曾经没有人帮我做过的事情 她通通帮我做 虽然继母的到来 让我很欢喜 但是那时候的我 已经开始有了一点点小叛逆 我总觉得继母对我好别有用心 后来我才知道 继母之所以嫁给我爸爸 是因为她曾经也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因为她被查出不孕不遇 所以她前夫和她离婚了 说实在的我继母命挺苦的 自幼父母双亡 和奶奶相依为命 家里没啥亲人 孤苦伶仃 她选择再婚的条件 就是找一个有孩子的人 后来机缘巧合她认识了我父亲 就这样成了我的继母 我并不相信她是真心待我 觉得她就是做给我爸爸看的 不可能坚持时间久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继母这一坚持就坚持了几十年 我记得我小时候 为了给我继母制造麻烦 经常在学校跟别的小朋友打架 我从以前一个特别听话懂事的小姑娘 变成了一个特别叛逆的小姑娘 我继母说什么我都不听 而且处处跟她作对 为了让我们一家的生活条件 越来越好 我爸爸和继母在老家承包土地 种起了葡萄 继母小小的身体 却蕴藏着大大的力量 通过继母不断地努力 我们家的条件越来越好 每天我继母都会变着花样给我做饭 而且做好饭之后 都会把饭菜端到桌子上 即便如此 我仍然不领情 觉得她是故意的 假惺惺 我当时处在叛逆期 从来没有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母亲 和家人看待 总是跟她对着干 我记得有一次 我发高烧了 整整烧了三天三夜 从我们家到镇上 最近的医院要二十多里路 是她骑着三轮车带我去看病 到了镇上之后 是她没日没夜地照顾我 从那以后 我对她的态度有所改变 但是真正地接受她 是在她到我们家的第三年 那天正值星期天 我要去街上买学习用品 我本来不想让她陪我去的 结果她非要陪我一起去 就是这一次彻底地改变了 我对继母的态度 我们一起到了镇上 买好东西 回家的路上 经过一个十字路口 对面突然窜出来一个 骑着三轮车老奶奶 老奶奶的三轮车刹车失灵 眼看就要撞到我了 继母手急眼快 毫不犹豫地推开了我 她被撞倒在地 胳膊上 头上 腿上 到处冲的都是伤 而且胳膊还骨折了 我只是轻轻地摔了一跤 她被撞之后 没来挤管自己的伤 爬到我旁边问我 有没有伤着哪里 看到她那焦急心疼的样 此刻的我明白了 她对我的好不是装的 而是真心实意的 自从这一件事情之后 我彻底地改变了 对继母的看法 我们两个的关系 越来越亲近 虽然当时我还不愿 开口叫她妈妈 但是我不再叛逆 我变得越来越懂事 直到心疼她 听她的话 好好学习 将来考上大学 一定要好好地报答她 这些年 继母为我付出了很多很多 她尽心尽力地照顾我 高三那一年 为了让我吃好 喝好 迎接高考 她每天不管刮风下雨 都会不辞辛苦 给我送饭送菜 从来没有间断过 继母和我父亲结婚以后 她从来没有嫌弃过我爸和我 也从来不让我帮忙干一点点农活 哪怕家里面再忙 她再累 也不会让我下地 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你的任务就是学习 其他的不用管 全包在我身上 继母为我付出的一切 我和我父亲都看在眼里 我们非常地感激她 有的时候 我和我继母一起上街买东西 不知道的人都以为 我们是亲母女 后来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大学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继母看着我的通知书 笑着笑着就哭了 她说这辈子 她最大的心愿 就是我能考上大学 将来找一份好工作 不要像她一样没文化 大学开学的时候 继母说什么都要和我父亲一起送我 她说 这辈子她没上过大学 好不容易女儿考上了大学 她一定要去大学看看 她为我感到骄傲 一转眼四年过去了 我大学毕业了 继母希望我能留在大城市发展 她说大城市机会比较多 而且薪资待遇各方面都比我们那里好很多 于是我便留在了浙江 在浙江参加工作的时候 我交了一个男朋友 我男朋友家家庭条件很一般 他是做销售的 家也是贵州的 我们交往一段时间之后 决定回老家市区发展 当时我在浙江那边的工作挺好的 我父亲坚决反对我回去 不同意我回老家发展 是我继母做通了我父亲的工作 最终同意我回老家发展 自此以后 我对继母的好感又上升了一大截 我决定和我男朋友结婚的时候 我继母并没有要求 我男朋友非得买房买车 因为他们觉得我老公人不错 他是 本分 能干 最重要的是他对我很好 他拿出了一张卡 卡里面是他和我父亲这些年的全部积蓄 以及前些年他娘家房子拆迁分的拆迁款 加在一起一共八十万块钱 他让我拿着这笔钱在市区买个房子 当我继母把那张卡给我的时候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我怎么都没有想到 继母会把他所有的积蓄都给我 突然间我想到了我的亲生母亲 她因为我父亲不挣钱 家里穷 狠心抛下了我 她和我继母相比根本不在一个档次 继母照顾了我二十多年 处处为我着想 把我视为己出 她对我的恩情大于天 我曾在心里暗暗发誓 我一定要把继母当成亲生母亲对待 给她养老送终 我觉得我这辈子能遇到继母 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随后继母却向我提出了一个条件 当我听到这个条件之后 我有点猛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继母不好意思地拉着我的手说道 小丽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情 我见她欲言又止 吞吞吐吐 看她很为难的样子 我说道 妈 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说 只要是在我能力范围的事情 我一定尽量地答应你 这时继母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道 是这样的 小丽你也知道 这些年 我一直没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我父母去世得早 我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他们也离开了 我们家就我一个人 你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给你爸都舍不得 你是我们唯一的女儿 我能不能跟你商量商量 等你有了孩子以后 让孩子跟我姓 不管男孩女孩都行 这样的话 我也算有后的人了 等我死了 我也有脸去见我爸妈 否则的话 我都没脸见我父母 听到我继母提出这个条件之后 我愣了 我明白 她肯定也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只是自己的身体不允许 但是我也挺为难的 一方面 我很想答应我继母 毕竟这些年 她对我的付出 我看在眼里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怕我答应了继母之后 我婆家人会生气 不答应 我总觉得心里怪怪的 不是滋味 这些年 我继母对我好到没话说 我不想辜负她 于是我思考再三 告诉我继母 我不能马上答应她 要和我老公 以及公婆商量一下 征求一下 他们的意见 经过慎重考虑 我决定 我要回应国家的政策 生三个孩子 一个孩子 随我老公姓 一个孩子 随我姓 一个孩子 随我继母姓 这样我们家的姓氏 就都可以延续下去了 我之所以 让有个孩子 随我姓 是因为我们家 也就我这一个女儿 我爸肯定 也像我继母一样 希望有个孩子 随我姓 只是 他不好意思说出口 怕说出来之后 我不会答应 继母的条件 随后 我把这整件事情 告诉了我老公 以及公公婆婆 征求了一下 他们的意见 他们了解了 我的家庭情况之后 同意并支持 我这样做 我没想到 我公公婆婆 会这么爽快答应 重要的是 他们不觉得 我这样做 有什么不妥 反而认为 我这样做 是知恩图报 当我继母和我父亲 知道结果以后 高兴得何不拢嘴 大家好 欢迎来到 《浅谈人生》 下面请听 另一则故事 丈夫去世 九十五万部偿款 被婆婆霸占 还把她赶出家门 如今她翻身了 众人吓傻了 如果这个世界上 真的存在幸运女神 那么 刘小丹 一定是被幸运女神 亲吻过的 一个落落大方的女孩 带着只有两岁的女儿 凌晨两点 被婆婆赶出家门 这种感受 即使没有亲历过 但听到都会让人 毛骨悚然 更会让你产生 怜悯之情 这不是故事 因为对刘小丹来说 这是一段故事 2015年 23岁的刘小丹 嫁给了 比她小一岁的 丈夫吴超 两个人 曾经都是工厂 流水线上的普工 都来自偏远的农村 命运的齿轮 让他们两个人 旋转在了一起 吴超聪明善良 刘小丹温柔贤惠 那个时候 他们的脸上 还透露出青涩的模样 恋爱两年后 吴超到刘小丹家 上门提亲 对于只有一个女儿的 刘小丹父母 当然 不舍得让女儿远嫁 所以 当时就想以高彩礼逼退 吴超 可谁能想到 面对二十万彩礼 吴超一口答应 并且说一周后 会带着父母过来定亲 吴超说到做到 在第六天的时候 就从安徽路安市 赶到甘肃平良市 上千公里的路程 在爱情面前 似乎变得没有距离 吴超的这个做法 让刘小丹的父母 看到了小伙子 是真心喜欢自家姑娘 就说给十五万彩礼 但是结婚该有的程序 一样都不能少 吴超父母满口答应 三个月后 吴超和刘小丹结婚了 他们很幸福 因为彼此觉得 嫁给了爱情 可谁能想到 婚后 吴超纵然对刘小丹很好 可婆婆觉得 亲家要的彩礼多了 是见钱眼开 平时没少给刘小丹 说一些恶狠狠的话语 刘小丹不在意 觉得自己和丈夫 在外打工 每年就过年回来应付一下 受点委屈也没什么 只要自己做得好 相信婆婆会改变 对自己的看法 第二年 刘小丹生下一个女儿 因为是在娘家生的孩子 这让婆婆非常不开心 两个人在坐月子期间 还吵过架 这件事要不是吴超 在中间调和 有可能刘小丹一辈子 都不会去婆婆家 生完孩子后 刘小丹一直住在娘家 而吴超在外打工 可天有不测风云 吴超帮老板送一车祸的时候 发生了意外 导致车毁人亡 老板也是好商量 不仅主动协商补偿事宜 还给了五万块钱的丧葬费 可蛮横的婆婆开口 就是要二百万 最终老板不答应 刘小丹纵然是在失去的悲痛之中 可还是让对方请律师 把这件事了解了 最终达成协议 给九十五万不偿款 然而婆婆把这笔钱拿走后 连夜将刘小丹赶出家门 刘小丹不愿意为了钱和婆婆再有来往 只要女儿在自己身边 钱不算什么 失去丈夫 又被婆婆霸占九十五万不偿款 还被连夜赶出家门 就连邻居都看不下去 说这个婆婆做得有些过分 可刘小丹不以为然 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人各有志 每个人的活法不一样 我一个人也能把孩子养大 此时的刘小丹全身上下 只有丈夫几个月前给自己的两万元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好带着女儿回到甘肃平良 父母知道亲家是这种做法 当即决定要去找亲家算账 刘小丹的父亲弟兄五人 看到侄女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表示愿意替她出这口恶气 刘小丹说 从此之后 我和那个家再无瓜葛 过阵子陪我把户口牵出来就行 以后我也不可能再回那个家 也不会让女儿再见爷爷奶奶 在几个叔叔的帮助下 刘小丹开了一家早餐店 这是她梦寐以求的生活 原先计划是和老公正几年前 然后就做点小生意 开个早餐店 最起码夫妻二人 不用过异地分居的生活 可如今只剩下她一个人 即使如此 也要完成当初定下的目标 等一切准备妥当 刘小丹带着父亲 以及四个叔叔 最后一次前往婆家 婆婆见亲家来势汹汹 也不敢造次 闭口不谈 补偿款的事情 刘小丹说 要把户口牵回到娘家 婆婆也很配合 当然这些事情办好后 刘小丹还是送给婆婆一句话 做事要考虑后果 以后别想见我女儿 拿着那笔钱好好养老吧 就这样 刘小丹回到老家 专心经营自己的早餐店 平时孩子有母亲帮忙带 过了中午十二点 刘小丹把店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骑车回家陪伴女儿 一个柔弱的女生 她的眼神中 透露着不服气 刘小丹的野心 并不止于一家早餐店 开了四年早餐店 刘小丹省吃俭用的攒下一笔钱 和一起长大的朋友 又到兰州来了一家火锅店 此时的刘小丹 已经看不出身上 有任何被生活摧残的痕迹 眼神中流露出来的是 刚毅和不屈 气质也变了许多 这几年 刘小丹身边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异性 对于刘小丹的过往只字不提 很多男生都觉得刘小丹优秀 被她的魄力和气质吸引 可在刘小丹心里 丈夫虽然离世了 可却一直存在于心中 再者自己还带着一个孩子 要是无法接受自己带孩子 她不愿意就此把自己随便嫁了 有一位异性叫郭平宇 是刘小丹读初中时的同学 在读书的时候就追求过刘小丹 只不过那个时候年纪小 刘小丹也不懂得什么是爱情 两个人就此擦肩而过 时隔多年 郭平宇依旧在等着自己 这让刘小丹很感动 两个人经历这几年的磨合 刘小丹的心里 也算是接受了郭平宇的追求 今年五一劳动节 刘小丹和郭平宇领证结婚 郭平宇没有稳定工作 之前一直在西安当外卖员 现在回到刘小丹身边 甘愿当一名得力助手 每当刘小丹回忆起这些年的经历 就像是在脑海中播放一部电影 她没有做过对不起任何人的事情 只是在青春的路上 一直不停地努力着 即使被前婆婆欺负 她都没有退缩 更不会做无谓的挣扎 而是向着美好的未来 固执地前进 刘小丹说 做人不能抱着平平淡淡的生活态度 想要的生活就要主动去追求 想要的爱情就要积极去争取 想要的未来就要给自己画一个美好的大饼 而丈夫郭平宇说 穷不欺欺 富不欺欺 意思就是在穷的时候 不欺负妻子 而在富裕的时候 也不会抛弃妻子 大家好 欢迎来到潜谈人生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戴孙五年一次生病没做饭被儿媳训斥 婆婆收回店铺 做了三个决定 儿媳被吓傻了贵求原谅 很多人都觉得公婆帮忙带娃 是天经地义的事 还经常说十年看婆 十年看媳 仿佛所有的婆媳矛盾 都是婆婆的错 可谁能理解婆婆的委屈 哪个婆婆不是希望儿子的家庭 能够红红火火 哪个婆婆不是拼尽全力在小两口 希望小两口能够尽快撑起一个小家 除了带娃之外 大多数老人还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了子女 可很多作为儿媳的人 却把婆婆的好事做理所当然 不但没想过要去回报婆婆 反而对婆婆非常不客气 62岁的吴阿姨 在儿子家带孙子五年 她觉得自己活得还不如一个打工的人 既没有工资 更没有尊严 甚至还要倒贴 可即便是这样 她也任劳任怨 把儿子家当成自己的家 只是儿媳的做法太让她失望了 一次生病没给儿媳做饭 儿媳把她当孙子一样训斥 吴阿姨实在是受不了儿媳对自己的刻薄 她决定把自己作为养老的店铺收回 并做了三个决定 吴阿姨做了哪三个决定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发生在她和儿媳之间的故事 很多人都羡慕我 说我运气好 原因是二婚老公去世后 不但留给我一套房子 还给我一间黄金地段的店铺 让我后半辈子都可以衣食无忧 只是过日子哪有那么简单 再说生活中的甜酸苦辣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有过两段婚姻 可惜都没有走到最后 第一段婚姻 因为老公缺乏主见 更缺乏主动思考能力 什么都喜欢听婆婆的话 仿佛婆婆说什么都是对的 她的格言是我妈是不会害我的 跟这样的男人生活实在是太累了 而最让我气愤的是 因婆婆的一句话 她居然怀疑儿子不是她亲生的 后来还因此逼我离婚 面对这样的婆婆和这样的老公 我实在是太心寒了 最终在婆婆的逼迫下 我们离婚了 他们不要儿子 连抚养费都不愿意给 说儿子不是他们家的 其实闹到了这个地步 儿子我是一定要带走的 有没有抚养费都已经不重要了 为了生活 我去帮别人上山挖树坑种树 帮别人养猪 可以说只要能挣到钱 什么累活脏活我都愿意做 后来我带着儿子出来打工 我们住在一个非常破旧的瓦房里 环境很不好 但是租金便宜 而且在广东这个天气 夏天还不算太热 对我和儿子来说 能风吹不到 雨淋不着 我们就很满足了 刚开始时 我在流水线上班 每天加班加点 收入还算不错 唯一不好的是 我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儿子 可以说是完全忽略了儿子 对儿子的一切都不知道 直到接到老师的电话 我才发觉自己 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为了儿子 我把工作辞掉 后来 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份 比较特殊的工作 保姆兼二手房东 听朋友说 房东是本地的一个老板 因经常在忙生意的事情 老婆和他离婚了 家里有一个年迈的老人 和一个上小学的女儿 需要照顾 而我主要的工作 是照顾一个年迈的老人 和一个我儿子年纪 差不多的孩子 还有帮忙收房租 水电费 打扫整栋楼的卫生 和帮忙处理租客的 一些突发情况 报酬就是除了 每月固定薪水之外 我和儿子 还有一套带空调的 两房仪式的房子住 而且 每套出租房子 也有我的抽成 这就是这份工作的特殊性 我既是保姆 也算是二手房东 甚至还是房东主人 和他们一家老小的家庭主管 对这份工作 我非常满意 可以说 没有比这份工作更好的了 为了报答老板的慷慨 我使出十二分精力 去照顾老人和孩子 其实 这份工作并不轻松 特别是照顾行动不便的老人 我每天的时间 都安排得满满的 早上 做好早餐后 我得伺候老人起床 然后再送孩子上学 完了后 再去市场买菜 回来 准备一下 就快中午了 吃完午饭后 天气好的话 还要推老人出去走走看看 或晒晒太阳 然后再伺候老人 睡会午觉 老人起床后 差不多该去接孩子了 这还是 没有任何特发情况下 如果遇到 要带老人去看病 或租客看房 退房 或一些意外状况的话 那真是兵荒马乱 后来 老板也是房东 为了我能够更好地 照顾老人和孩子 帮我把儿子报名到 和他女儿同一所学校读书 甚至连儿子的学费 都是老板在垫付 而让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 儿子非常懂事 不但帮我分担了很多家务 还会帮我照顾老人 哄老奶奶开心 甚至还帮我照顾 和他同岁的小妹妹 小女孩可能从小 缺乏家长引导和家庭温暖 不但学习成绩不太好 还很内向 敏感 脾气也不好 易怒 自从我们来了之后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她非常喜欢和我儿子在一起 还喜欢叫我儿子哥哥 对我这个保姆阿姨 她同样非常喜欢 给予了足够的尊重 老人经常开玩笑说 我孙女不是把你们当保姆 而是把你当家人 我知道老人一方面 是为自己孙女的改变 感到欣慰 一方面为自己的孙女担心 毕竟我们只是雇佣关系 可能为了让我能够更好的工作 老板不但给我涨工资 还给我儿子找了最好的学校 而我儿子也同样投桃报李 经常帮小女孩辅导功课 一个愿意教 一个愿意学 经过双方共同努力后 成绩一直都是倒数的小女孩 听说中考时 才到了全班第一名 对我来说 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儿子成了我的左膀右臂 他真的帮了我很多 他常说 你为了我 已经付出了所有 做你的儿子 我也应该为这个家做点事情 我和儿子 与作为雇主的老人 和小女孩之间的关系非常好 在外人看来 我们俨然是一家人 后来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一直住在公司的老板 经常出现在老人家里 刚开始我很不习惯 感觉头顶上多了一个 监督我的领导 甚至因他的出现 我和儿子都变得小心翼翼 尽量降低存在感 不断接触后发现 他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人 而且有一颗非常柔软的心 听说他每年都给一些 受灾地区捐款 慢慢的 我和老板也能像朋友一样相处 在相处的过程中 他不但会帮我指点儿子的功课 还会帮我引导儿子 教导儿子很多我不懂的东西 在他的身上 儿子学到了很多 也增长了见闻 唯一遗憾的是他身体不好 听说身上24小时 都预备着一些预防紧急情况的东西 在我做保姆的第八个年头里 老板向我求婚 他向我坦言说 我的身体支撑不了多久了 而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我的女儿 在所有亲戚朋友中 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 我希望给你一个合法的身份 然后帮我照顾我的女儿 他还说我知道我的想法很自私 可我也只是一个父亲 我不得不为我的女儿考虑 他只对你有依赖 作为合作报酬 他走后不但会给我一套120平方的房子 还有两间大概100平方的店铺和一张银行卡 他说哪怕有一天你不想做事 或者说需要养老时 你也可以靠着这两间店铺的租金养老 如果你想自己经营的话 也可以 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第二段婚姻 只是不到一年 我名义上的丈夫就病逝了 他走后 他的财产完全按照他的遗书执行 办完了他的后事后 我带着两个孩子生活 儿子长大后 娶了一个外省的姑娘 而妓女定居国外 我和他之间就算有感情 但也不多 再说回儿子 他能结婚 我第一个为他开心 毕竟 结婚就表示着我的任务完成了 而且 也将预示着他的心理上更加成熟 本来我希望儿子结婚后 我们就分开住 可是 儿子说家里人少 住一起更热闹 我知道儿子是希望我帮忙带娃 我心想住作为奶奶 照顾孙子似乎也算是在正常不过了 再说 我从来没有和儿子分开过 心里默认了儿子的话 儿媳嫁到我们家以后 基本上没做过家务 甚至连垃圾都没倒过 一直以来 家务都是我在做 有时候我也会向儿子抱怨 说 我也会累 也有不想动的时候 你们能不能主动一点 哪怕只是简单倒一下垃圾也好 儿子却说 你如果不想做饭的话 可以叫外卖 不想打扫不请终点工 我们家又不是出不起这点费用 孙子出生后 这五年来 我更成了儿子一家三口的免费保姆 还需要倒贴 可能儿子和儿媳都习惯了我的付出 无论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特别是儿媳 对我连骑马的尊重都没有 三个月前 我发高烧 烧到四十度 全身发软 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 可儿媳不但没有看见我 发烧快烧掉半条命了 反而责怪我没有给她做饭 儿媳下班回来 看见饭桌上 没有像以往那样摆满饭菜 就大声质问我 妈 今天为什么不做饭 我听到了 可我全身没力气 不想动 也不想说话 就没理她 儿媳等了一会儿后 又问 妈 我问你话呢 怎不说话 我还是没理她 这下子儿媳就发飙了 一直在客厅里训斥我 可能当时身体难受 正是需要家人的时候 可我却只等来儿媳的训斥 我感觉自己委屈极了 那眼泪拼命地往下流 第一次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我问自己 一辈子都为了儿子 把能给的都给了儿子 真的值得吗 答案显而易见 不值得 在那个瞬间 我第一个念头 是把店铺收回来 另外做了三个决定 一 让儿子一家搬出去 儿媳的态度 让我寒透了心 想想这些年 我就像头老黄牛 一样伺候他们 日常开支 都是我在往外掏 甚至连孙子的奶粉钱 都是我在垫付 做了这么多 我不但没有得到 儿媳一丝丝的回报 反而还成了 他们的免费保姆 还是一个毫无尊严 他想骂就骂 想训斥就训斥的保姆 我这些年 为他们付出的意义在哪 我不想再伺候 这一家三口了 而唯一的办法 就只有让他们搬出去 眼不见心不凡 二 让儿子和儿媳自己带娃 孙子五岁了 白天黑夜都是跟着我 而儿子和儿媳 明明孩子是他们生的 可他们只是 高兴的时候就逗一下 不高兴的话 还会嫌弃孩子哭闹 仿佛孩子都是为我生的 这五年来 他们吃好睡好 甚至还有时间去旅游 只有我这个做奶奶的人 整天只能围着孩子转 别说睡觉的时间 连上洗手间的时间都没有 别人都说带孩子累 而他们却笑呵呵 根本体会不到带娃 有多累 有多辛苦 我想通了 谁生的谁带 我退出了 三 儿媳借走的八万 必须要还回来 儿子结婚的第二年 儿媳就问我借钱 说自己的弟弟结婚 还差一点彩礼 当时我心里想着 儿媳跟婆婆借钱 肯定是被逼得没办法了 才会张口 要不然谁会跟婆婆抢口 为了不让婆媳闹矛盾 我毫不犹豫问她需要多少 她说只需要八万 如今孙子都五岁了 可这八万儿媳连提都没提过 我觉得哪怕是一家人 也应该有借有还 再说 这些年儿媳的工资 基本都花在娘家 我忍不下去了 也不想再忍了 大家认为 我做的决定对吗